桌面背景的改变 那在Unity界面里面 我们改变桌面也相当容易 和之前改变的方式是一样 我们只要按右键 选择改变桌面背景 直接在这里 你可以选择你要用的桌面图示 它就直接改变 那你也可以点回来 那这边有一些预设值 你可以去选择布景的主题 那这边你可以自己加 找到自己的图片进来 所以有很多很多的方式 你可以选择 你也可以选择 资料夹图片 这个方式是 会在 你的资料夹里面有很多图片的话 轮放 要好多个方式 所以改变桌面背景 并不难 那值得推荐的是这里 有一个叫运作方式 然后他提供了什么 这边有一条工具列 把它叫面板也好 这个面板你是删不掉的 这就没有以前 KDE里面的 面板每次会不见的问题 那我们这边是设成自动隐藏 当你把它关掉它是自己直接出来 直接显示在这里 这里你把它打开 就出来 左边栏 这边可以设敏感度 我个人是建议把敏感度是高一点 滑鼠过来才会出来 那也不会影响到你的画面 然后这边还有几个 Wallspace是什么 就是 有四个视窗 不是 一一够十的时候 四个桌面是没有 故意把它调成 一个 那现在 让你调成出来 然后这边是 显示桌面 如果你常常 跑一跑太多层次 桌面不想要一下 让它出来 那你可以把这个图示显示出来 它就直接会出来 好这是 在 不经营主题 可以做的改变 好设定完按下 插插就完毕 好